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冷知识二 大约三分之一的匈牙利本土人有五百万 居住在匈牙利境外 其中大部分在罗马尼亚 但也有在与匈牙利相邻的其他国家 冷知识三 匈牙利语中表示宿罪的术语事 Max Guide 猫的叫声 匈牙利人声称最好的治疗方法 是去众多的温泉浴场喝着葡萄酒 泡着温泉 冷知识四 二零零七年 超过六四零零对情侣在布达佩斯议会大哨位接吻 匈牙利人打破了同时接吻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冷知识五 匈牙利人将自己和他们的语言称为马扎尔语 他是匈奴语言的直系后裔 欧洲只有两种语言语之相关 分别是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 冷知识六 匈牙利的自杀率委居世界第二 每年每十万人中有二十亿人自杀 冷知识七 数字九六在匈牙利很重要 公元896年 埃尔帕德被选为马扎尔人的第一位国王 也是匈牙利国家的开端 1896年 为了庆祝匈牙利建国千许年 布达佩斯修建了第一条地铁 根据法律 布达佩斯最高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96英尺 如果节奏正确 唱匈牙利国歌需要96秒 冷知识八 布达佩斯拥有欧洲大陆最古老的地铁线 也是仅次于伦敦地铁的世界第二古老地铁线 冷知识九 在匈牙利当人们写下自己的名字或公开介绍自己时 通常会先使用自己的姓氏 名字的顺序和中国人是一样的 冷知识时 金融家乔治与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 他捐出了大于45%的净资产 据福布斯网站统计 2013年 他的慈善捐款总额达7.34亿美元 再次善加排行榜上排名第五 仅次于比尔和梅林达·盖茨 沃伦韦·巴菲特和马克·扎克伯格 冷知识11 1946年 匈牙利发行了面值5亿胖的纸币 这是世界上面额最高的纸币 冷知识12 匈牙利第一将魏国快餐店麦当劳于1988年开业 冷知识13 布达·佩斯的匈牙利议会大厦建于1896年 是为了庆祝匈牙利清洗年而建 其构造使用了40公斤纯金 它拥有691个房间和20公里的楼梯 高96米与圣史蒂芬大教堂 并列为匈牙利最高的建筑 它也是世界第三大议会大厦 仅次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和罗马尼亚议会大厦 冷知识14 匈牙利的公共沐浴习俗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 该国拥有以1500个水疗中心 其中450个为公共水疗中心 冷知识15 匈牙利人是世界上纳税最重的人 平均占今年收入的38.3% 冷知识16 匈牙利的发明包括 无声火柴、魔方、客电灯泡以及维生素B6和黄素和生物素的发现 其他几项著名的发明是由奥尔战前逃离该国的匈牙利人发明的 包括全息数、圆珠笔、清淡理论和Basic编程语言 冷知识17 匈牙利人经常称自己为马扎尔人 他们的祖先在12世纪前从中亚迁徙到这里定居 马扎尔人与芬兰人有血缘关系 今天只有一小部分匈牙利人实际上拥有马扎尔血统 冷知识18 即至2023年 已有15名匈牙利人获得了13项诺贝尔奖 这一数字超过了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或西班牙 冷知识19 只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5个国家获得的夏季 奥运会金牌数量超过匈牙利 修牙利以448枚奖牌总数在211个参赛国家中排名第9 二人口规模计算 修牙利在奖牌总数方面仅次于芬兰 冷知识20 修牙利自公元5世纪起就开始生产葡萄酒 1737年 卡罗利国王将托卡伊 葡萄酒产区命名为国家葡萄酒产区 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官方葡萄酒产区 比法国波尔多早近120年 冷知识21 修牙利是欧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它成立于公元896年 早于法国 德国或英国 冷知识22 在匈牙利 父母必须从预先批准的名单中为孩子命名 如果父母先给孩子取一个不在名单上的名字 他们必须向匈牙利科学域语言学研究所提交申请 并希望获得批准 这一点很像中国古老的启名制度 按照左普排名来给孩子启名字 冷知识23 扣这一子原自匈牙利小镇科齐的名称 多成各轮式车辆于1500年左右首次出现 现在很多女性买的扣植包包上面的马车元素来自于匈牙利哦 冷知识24 匈牙利基建运动员阿拉达尔格里维奇被认为是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剑客 从1932年到1960年 他连续6G奥运会获得金牌 冷知识25 20世纪上半叶 集合病的发病率一度很高 以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 这种疾病被称为匈牙利病 据一些数据显示 这种疾病也称为牢病 在匈牙利夺走了4万至5万人的生命 冷知识26 1944年 匈牙利的国家象征圣斯蒂芬王冠 不得不从该国移走 以保护其免受共产党的侵害 他在肯塔基中诺克斯堡度过了大约30年 1978年 吉米卡特总统将其归还给匈牙利 每当匈牙利与伸张正义时 总是以圣斯蒂芬王冠的名义 冷知识27 匈牙利确实有一种牛仔 叫做Zix木马人 牛仔传统可以追溯到马扎尔人 他们可能从中亚来到匈牙利 在匈牙利广阔的布斯塔大平原上 仍然可以看到奇扣斯 冷知识28 最受尊敬的匈牙利人可能是斯蒂芬国王 伊斯特万 他将马扎尔人联合起来 并引入了基督教 他死后不久就被封上 如今 他是匈牙利的国家护身符 他的木乃伊右手是圣物 他的王冠和十字架是国家象征 冷知识29 布达佩斯有一个传说 如果你触摸英雄广场附近 公园里一座无名雕像的笔 你就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这座雕像看起来有点像死神 但据说是匈牙利国王 贝拉的编年史 冷知识30 匈牙利人在喝啤酒时 从不碰杯或碰瓶 据传说 1848年革命期间 13名匈牙利将军在奥地利被处决 每次处决后 奥地利人都会碰杯啤酒 因此匈牙利人拒绝以碰杯来纪念将军 冷知识31 世界上最大的地热洞穴系统位于匈牙利 它位于布达佩斯地下 最近还在布达佩斯盖雷特山下 发现了欧洲最大的地下湖 巴拉顿湖是欧洲第二大湖 也是中屋最大的湖 它被称为匈牙利海 它长77公里 宽3至14公里 面积601平方公里 冷知识32 足球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运动 匈牙利人至今仍对1953年的世纪比赛念念不忘 当时匈牙利在英格兰文布里球场以6比3击败英格兰队 这是英格兰队首次在主场输给欧洲大陆球队 冷知识33 辣椒粉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香料 也是匈牙利美食的象征 它是由磨碎的干辣椒制成的 也称为辣椒粉 这种辣椒在匈牙利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会生长 它于16世纪首次被用作食品防腐剂 需要1.4千克干匈牙利红辣椒 才能制作0.5千克辣椒粉 冷知识34 满加利茶猪是一种独特的猪品种 它既像猪又像绵羊 是一个鲜为人质的匈牙利品种 它们是19世纪奥匈帝国 江野猪与专门 为猪油饲养的猪进行繁殖实验的结果 它们被称为猪肉中的神户牛肉 因其肉质细腻而备受推崇 全世界有6万名曼加利茶猪 其中5万只在匈牙利 冷知识35 如果没有匈牙利一年的帮助 好莱坞的黄金起步就不可能实现 例如派拉蒙影域创始人阿道夫务组科尔 他于1921年制作了第一部故事片《赞达的囚徒》 维尔莫斯·弗里德更名为威廉与福克斯 并创办了福克斯工作室 匈牙利对好莱坞最伟大的 贡献可以说是马诺卡米娜 他更名为迈克尔 科蒂斯 并知道了电影1942年的卡萨布兰卡 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 《冷知识》36 匈牙利是冷战期间最早反对苏联政权的共产主义时代国家之一 特别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 1989年匈牙利是第一个向西欧 开放边界的共产主义集团国家 关于匈牙利 您还知道哪些冷知识呢 知识分享 既要有趣 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万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 世纪地理技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知识 最后 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万钮 才能靠用键